一起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 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 都得惊叹 说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跟我女朋友 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 秘世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 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在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 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蹲着枪 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 叶问啊 大师奔勇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她都给整不会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我对婚姻的焦虑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 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他人妈妈微信名 谭乡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 就三个字 没必要 说墨南 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 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墨南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 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劲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 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 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 五颜六色的年轻人 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Are you ready? 大家好 我是串 我气了 我说是小北好笑 不是我好笑吗 节目播出 受到很多人 有反馈说 忽然有文化 哪有啥文化 我跟你讲 啥叫有文化 同学聚会 人都是 我在清华研究量子 我说我在效果研究段子 你说我们导师 会得特别多 我说我们导师会拍灯 我们导师不光会拍灯 要是拍得不好 还会挨骂呢 其实我们去想 所谓的学霸学渣 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 学霸有的时候 反而挺阴暗的 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 考试还剩五分钟 提前交卷 你就不能再待五分钟 学渣提前交卷 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提前交卷 那是杀人诸心 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 我看你交卷 又耽误了一分钟 你们看学霸 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他开始就 老师 老师 第十题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 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十题少了个条件 剩下全班同学都发出 啊的这个声音 一部分同学是 啊怎么做得这么快啊 说一部分是 啊少了个条件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考完试 学霸还特别喜欢 一起对答案 选B选C吵起来了 学渣快乐多了 最后题我没做 我也没做 咱一样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我就是学渣 真的 期中考试满分100分 我考五分 我跟我妈说考五分 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 就我这个成绩 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的 他们就 哎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 都说光看成绩 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 你看我考五分 我达了两个多少题 我都看不明白 写的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的理念就是 你让我看不懂 我也让你看不懂 卷子发现了 还有那种中国同学 会问那种 只有女朋友才会问的问题 他说 你错哪了 给我吓得 我看全都说 我哪都错了呀 而且提出这么难 是因为班级里面 有数学大神 出的难 是为了区分他们的 结果他们没考住 我考了五分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而且跟我玩的 特别好的美国同学 他考零分 我一般是个位数 其中经过五分七分 他是零分一分 就我这个分数 人家第一反之 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啊 他那个分数 反之你这个分数 是不是二斤制的呀 就我俩这样 还去图书馆 通宵去备考 我俩从行为上 叫用功 从物理上 叫无用功 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积极个啥劲 他们说我俩 人菜瘾的 也不怪他们 学霸去图书馆 天经地义 学渣去图书馆 你最后考那么几分 我还得解释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说实话 我俩在图书馆 其实真没学啥 就是骗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跟过年熬夜是一样 都是走个形式 我俩都不是在图书馆里通宵 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守碎 祈求吉祥好运 我那个美国同学 学着学着打瞌睡了 我说这么快就败起来了 最后摇着 光一个头瞌睡上了 把自己瞌醒了 我说我也不了解 你们这边的风俗 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 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我是咋认识 这个美国同学的呢 就是学渣这件事 互相有雷达的 就第一堂课 上课的时候 我环顾四周 我就知道他也没听懂 我环顾四周 感觉你也没知道 因为其他同学都是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只有他是一副 对知识都枪不入的表情 大意凛然的 就像那个去了女儿国的唐僧 不学 贫僧不学 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 想听不懂是可以听不懂的 结果美国同学太难受了 全都听得懂 又啥都听不懂 学生学生又这样 别的不说 我很佩服他这种 对数学这份虔诚 最后最后 说到最后 真的是 其实他们最后 让我们顺利毕业的 学校说 这种人不让毕业 留着在图厂过年 我今天 讲这个 我是学渣的故事 就是现在会听人说 什么忽然学霸 就文化 我怕我听着听着 自己就信了 我不是他学霸 对吧 我充其量 最多就是 毕业之后 没有放弃学习 谢谢大家 我是忽然 大家好 我是赵慧 你们好热情 是不是觉得 我出现在半决赛 特别突兀 其实我参加半决赛之前 我问导演组了 我说可不可以退赛 我说一个成熟的节目 肯定要有一个人退赛的 当时导演组跟我说 你这个咖位不行 其实我也写不出来东西 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怎么选都对 我觉得这不就是 随便都行 都可以的意思吗 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想了一下 我创作最大的瓶颈 就是我的生活太平淡了 我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上过热搜 我感觉我到现在为止 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就是高考和找工作 因为我高中学理科的 也不是我选择了理科 主要是文科放弃了我 我觉得文科太难了 你简大题写一堆字 一分都没有 你理科写个解字 还能有0.5分 对吧 然后你理科那些题目分析 他都告诉你 A B C 都是错的 所以选D 文科那些分析总是写 A B C也对 但是D更对 我每次看完A 我觉得挺对的 但是我不敢选 我觉得等一等 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我也是高中的时候 开始脱发的 我觉得就是蚂蚁森林 都能把沙漠变成绿洲 它能不能想办法 拯救一下我们这些 荒漠花的头顶 我觉得可以搞那种 就是你每天走一万步 然后就可以积 一百克黑色能量 你机构一千克黑色能量 就可以给自己 织一根头发 每天熬夜到凌晨一两点 就不要太焦虑 虽然脱发了 但是你可以去 偷朋友的黑色能量 帮自己织回来 然后就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面临一个选择吗 就是在大城市打拼 还是回老家等父母安排 我没有这个焦虑 因为我回老家 父母也安排不了 就我回老家 感觉选择更少 就是那些工作机会 已经被别人的父母 都安排完了 然后其实我找工作的时候 就特别不顺利 因为我挺不会面试的 我有时候真的想不通 这些面试官在想什么 有一次有一个面试官 就问我 说如果你的上司 和你的父母发生争执 你怎么办 我就想我的上司 啥时候能跟我父母 发生争执 我想来想去 就一种可能 就是我上司 非要娶我 但是我爸妈不同意 还有那种无领导 小组面试 你们参加过吗 我觉得这种面试 特别叛逆 无领导 小组面试的第一步 就是先选一个领导出来 然后这个领导 就会组织大家讨论 然后可能还会帮大家 总结一下这个结论 总有那么一些人 意见跟别的人都不一样 但是话特别多 还有那种人 领导都总结发言完了 非要站起来 我还要补充两句 就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能被选上 后来我想通了 就是这种人在团队里 可能让其他的人 更加团结 其他的人会背着他们 拉一个群 聚餐 唱K 骂他 我能被现在的公司录取 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 这个无领导小组面试 我正式工作了以后 才发现 我们团队不需要讨论 我们有一个领导 他说啥就是啥 也根本不存在 他说完以后 谁站出来补充两句的情况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谁补充 谁干活 然后我在汽车行业工作 就很多人就问我 你怎么不去 那个那个那个公司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凡是你们在街上 能看到的车 不光是轿车 包括卡车 公交车 摩托车 我都投过简历 给我的答复都是 您已进入我司的人才库 我甚至投过 淡总的公司 给我的答复也是 您已进入我司的人才库 就这次来录节目的时候 导演组通知 我说来录节目 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你一个人啊 来上海 包吃包住 李淡知道吧 就是我们这儿的 哎呀你来就行 来几天就能带你挣大钱 我听完我都不敢来 我觉得这是搞传销的吧 然后他们就 我就问他们 你们是从哪儿 知道我的个人信息的呀 然后这个导演组的人就说 从我们的人才库里 我说你可能不太清楚啊 我进过的人才库 比李淡喝过的酒都多 我就没见过哪个公司 从人才库里划了人才的 然后那导演组说 不是 我们这是个正经的线上节目 我说啊 现在这么嚣张了吗 当下线 还要到线上节目去 说回主题啊 强行总结一下 就怎么选都不错 其实我觉得吧 有的选就不错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好 还有最后三秒 投票机会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小慧 小慧也不容易 真的现在还在一个 是在车间吗 我记得不是 人设崩了 刚换了个岗位 我觉得这个 脱口秀演员不容易 还在车间上班 是吧 让我们 感谢小慧的车间主任 为中国脱口秀事业 做出的贡献 这个价批的 也挺难的 你老请假吧 应该是 上个月老请假 上个月工资特别低 特别低啊 领导们 钱的事 不要在舞台上 上个月工资特别低 你们好 我是邱瑞 我感觉这几年 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好 是吧 都在研究什么消费降级 但我们这代人 就没有什么 精打细算的能力 是越想省钱 花得越多呀 你们在直播间 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 里边东西是真便宜 但也真是用不着啊 我就买了一堆 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能挂起 一个小孩的挂钩 一坐下 屁股就凉得屁垫 还有自带跑步机的 猫爬架 我们家甚至都没有猫啊 现在我家那条狗 我在玩猫爬架 等我冷静下来 我就生气 我说我为啥要买这个挂小孩的挂钩啊 我总不能朋友来我家做客 我说 带孩子来的 来吧 挂墙上吧 都一看账当我更生气 就现在我多玩一会儿游戏 手机都知道给我做防尘迷系统了 怎么在我沉迷花钱的时候 就不知道加一个呢 也不用做得特别复杂 只需要在我每次提交订单的时候 给我发几个验证问题就可以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玉泥波波冰吗 我以为我花钱已经够大手大脚的了 直到我看到我妹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双一万多的拖鞋 那个价格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 我说咋的呀 是穿上你这双鞋能增加移动速度吗 王者里一双真正能增加移动速度的鞋 只卖五百三啊 那是一个杀人都合法的地儿 鞋都不敢卖这么贵啊 鞋没送两天两个人就分手了吗 现在还分期还这双鞋呢 我说你俩好啊 你俩这后会有期是分期的期啊 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花钱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拖鞋就是在拼兮兮买的 三块九还带防滑 就当它便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它的性价比了 你只会好奇 就这玩意到底能偷工解了到什么程度 三块九能不能给我寄过来一双左脚 但你转念一想是吧 一双脱鞋它能有多难穿呢 拼兮兮给了我答案 它做防滑的思路呢 就是给我鞋底打一堆的洞 起到一个吸盘的作用 我用力晚下一踩呢 就把我脚也粘上了 特别的防滑 脱个鞋跟拔罐一样 那个卖家还说呢 有了这双脱鞋 你再也不用担心 在浴室滑倒了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黄滑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浴室那个磁砖前面 我都能走上去了 但也不管真往上爬 是吧 上面还挂着孩子呢 互联网聪明的地方就在于 我买了这双三块九的拖鞋 我就再也刷不到贵的东西了 全是一堆破烂 给我推那种六块九的泳裤 颜色都不让我选随机发 我有罪 我都二十七了 一想到自己有概率 穿上一条粉色的泳裤 还是羞愧的不想下水 六块九的泳裤 现在稍短步都七块九 稍短步才多大一块料 我都想问那个卖家 我说你这个泳裤 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 卖家说 咱都是正常尺寸 能暴露啥呀 我说暴露了我的贫穷 我现在点外卖 吃个烤冷面 七块钱 他都提示我 可以用某倍贷款支付了 我不知道这帮设法 是怎么想的 认识我这啥就玩屎推呀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疯狂地给我推直发广告 我现在才全职干 偷偷秀一年 已经开始给我推离婚律师了 我感觉我这后半辈子 被这个算法推荐 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以后人生 肯定是会有一场大截 家破人亡 只能靠贷款点烤冷面维生 外卖手给我送饭出来 拿不着 脱鞋还沾地板上呢 我悲剧的人生 已经确定了 但也没事 咱有库颜色是随机的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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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好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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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邱瑞 喜欢邱瑞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掌声再送给邱瑞 眼泪给我笑出来 哇塞 邱瑞这这段真是太逗了 好好玩 回头能不能把那个 脱鞋的链接 推一下 我觉得我太好奇了 而且当时说那个什么 脱鞋漏一栋 给搅拔罐 我太炸了 我太好笑 我发现邱瑞的段子 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对 那个之前45度 那个就很有画面感 然后这个踩到 这个吸盘太搞笑了 但那个拖鞋 我在那个洗澡 那个浴室里真穿过 很疼 吸得很疼 所以 没有更名 我感觉脚底板 看着疼了 你知道吗 你会看直播 买这些赤七八糟的东西吗 我看 但我不买 我经常看那 就是那种爸爸山 一弹一弹的 爸爸山 这玩意儿还有名字呀 爸爸山 什么叫爸爸山啊 爸爸山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 爸爸穿的那个 爸爸穿的Polo衫 很弹 因为那个都是剧台 但是所有的模特 都是有点中年发福的父亲 在这儿表 不是 那个东西能装好几个父亲 在这儿 有意思 杰哥呢 杰哥呢 杰哥买过什么来劲的吗 直播 我好像真的没有买过东西 我怕点进去 就是说 张杰你进来逛了 就很奇怪 你不会改个用户名吗 你是怎么写的 我是张杰 我唱过逆战 我不知道吗 因为我只有那个号 你就不能用谢那的号吗 不是 上次我刷 刷那个某音嘛 然后我就刷刷刷 然后 我在做造型的时候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点进去了 然后里面就说 欢迎这个叫 杰森 你张杰的 没关系 怎么谁在照我 但是我虽然没有买过 但是邱瑞我很喜欢 完全能共鸣 他那些画面 但总 你逛那些买过什么吗 我不 没有生发的什么那些东西 倒是经常给我推 但我从来没买过 邱瑞 你每回写段子 你自个儿会骂自个儿吗 就是你会自个儿想觉得这个太逗了吗 因为你每回显得极其恶毒 我会 我会 加油 没有问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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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大家好 我是李飞儿 今天 谢谢 其实今天蛋哥开场宣布这个赛制的时候 我就其实挺后悔就坐那了 这个赛制实在是有点别致啊 输了的人得像发一脖 向对方认输对不对 我就觉得何必呢 在座的哪一位不是个体面人呢 是不是呢 所以我觉得莎姐咱俩就算了 好不好 咱们就都不发是吗 对 不管输赢 你也都别发 发了你也别爱的我 毕竟 毕竟不是谁爱的我我都会回应你 我没想到今天在这能碰到丁开生老师 大家都知道 他骂哭过很多姐姐对不对 像我的新朋友娃娃 我的老朋友江亦荣啊 极客呀什么的 极客昨天还跟我讲的 之前在一个 他在一个节目上还没唱歌呢 就是没有见到他呢 唱完之后直接吓哭了 回来就说 天呐 丁太生马上就要骂我了 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说说这 真的能把姐姐吓哭的都是什么呢 老鼠呀 蟑螂呀 赖孩子呀 你这么吓着波 你没跟他上一个节目 他唱完他自己害怕的 所以我就妈也是 在一档节目被老师骂哭了 对不对 我不是被他骂哭的 感动哭的 你都何必呢 他骂你 你说你跟他讲啥 听两句就完了 他骂你 他也不咬你是不是 对吧 他不咬人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丁太生作品尾他不咬人 他还不如咬人吗 回来 潘老师 潘长亮老师 我也是听说 前段时间你也是经受了一场网络暴力 挺难过的是不是 所以吧 其实我真的就是挺看不下去的 你说潘老师都多大岁数了 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你怎么还不认蔡俊坤呢 那多高多帅呀 回头我把他的歌都分享给您听一听 我跟你说 我就认识蔡俊坤 姓蔡的我就只认识蔡俊坤一人 没原理 不姓蔡的 但接下来我还得再说一下 我人生当中认识的第二位姓蔡的老师 他在外回圆着 蔡明老师 我们演艺界的长青树 从12岁一直火到60岁 我一直都非常羡慕这样就是一直火的人 所以呢我就向蔡明老师请教了一下 就是请问您一直这么火靠的是什么呢 蔡老师特别简单干脆的跟我说了一句 多简单呀你就靠作品呀 我这原来还能靠作品 这我肯定来不了 隔点时间啊姐妹们 伊丽静老师 久闻大名就之前看上一次的姐姐呢 也都知道都接受了您的采访 言辞呢非常犀利 问答呢非常大胆 我这次去参加姐姐第二句的时候 我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连回答都已经准备好 所以今天你别问我 你打住 我直接回答你 我 想红 为了钱 家人接受我 爱慕虚荣 没人喜欢 最后一句 咱俩共勉 自己带着 颜河祥 一个捧跟演员靠自己单打独斗 在吐槽大会走到了总决赛 我觉得成绩多好呀 是不是啊 我觉得咱俩一样啊 我也是一个人坑尺别度 在浪姐走到了总决赛 这立不立志 多立志 多立志 立志 立志 没有三 老立志 立志 给你几个立志 给你几个立志 有立志 立志 你赶紧重开 重开 重开 这天哪 我真想说 我真想说咱俩人都挺立志的 是不是 所以你说如果郭欣林还在的话 你哪有这个机会证明自己呢 是不是 所以有些时候 一个人也不一定是坏事 咱俩也共勉 莎姐 说回莎姐 刚才你在上面说我那个 假唱翻车 把队友给坑了 对不对 不是你好意思说我翻车吗 那时候当翻车的时候你在哪儿 你不也在车上了吗 在我又驾驶的位置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这事重点不再翻车啊 就是那就是不该假唱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我对不起大家 我不该假唱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以后不了以后不了 莎姐也是最近参加了很 是一个还是很多个综艺节目恋爱的 是吧 然后被吐槽成为什么没收获爱子 还是成为了大龄圣女 对不对 多的是吗 我这又看不下去了 真的 就现在的综艺节目呀 全部都在提倡各种谈恋爱 我觉得这事本身没问题 女生谈恋爱寻找幸福没事 对不对 但重点是姐姐们也有单身的权利 我就觉得以后别老做什么恋爱综艺 做点节目是证明一下姐姐们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 可以吗 姐姐们一个人可以过精彩吗 对不对 所以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我们单身吧 突然不心动 紫星的信号 紫星的信号不快 死心的信号 之前沙姐也是在那个伊丽敬老师的访谈里面说过自己想翻红啊 就我今天也想说其实我参加浪姐的原因也是一样的 我也想翻红 但是我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 因为想翻红起码得红过 谢谢大家 我是从没红过的李菲儿 谢谢 谢谢 掌声送给李菲儿 挺有气势的 好恨的结尾 来 投票通道关闭 我来到王智卜 还有最后3秒 还有最后3秒 3秒 3秒 大家好 我是马东 我第一次请李诞到奇葩说的时候 他跟我撒泼打滚的 不肯上台辩论 我当时特别不理解 我说辩论有什么可能的 然后刚才我坐在那的时候 听前面的所有这些朋友说脱口秀 我特别理解他那时候的心情 我特别后悔我答应他 我会上来说一段所谓的脱口秀 因为实在是压力太大 而且不会 然后我在我的座上 突然找到了这么一本书 叫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的实战系列 我刚才把目录看了一下 心里有底了 那个 干嘛 哦 用麦 对 这就是区分一个人会脱口秀 和不会脱口秀的重要的区别 看着脱口秀的人都是用麦的 然后你们坐在前排的人 刚才看到那个台上他们那种紧张 能看见吗 其实我现在也紧张 你们看得出来吗 因为我化妆了 化妆了以后就不太容易看出我那种紧张 而且我妆化得不错 我这个化妆师跟了我15年了 对 他以前是在殡仪馆工作 所以他们说我这个妆叫栩栩如生 但是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化妆必须躺着 要不然他说不顺手 我刚才上场之前 李丹就是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 你不许上去给你自己的节目做广告 想多了 我不是那种人 对不对 所以来 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的夏天 今天这话题叫做 要不要刷存在感 其实这话题不用聊 这如果是一个奇葩说的变题的话 这就是那种伪命题 为什么 就存在感是刷出来的吗 我给你们举现场的例子 比如说像千尔哥 你看千尔哥做的那个姿势 都跟做的纪念馆里似的那种 林肯就是这个姿势 你看人千尔哥 就是说像是一场 说不了几个字 而且在桌子里头 但是人家就自然有一种 冤庭越斥的存在感 你们设想一下 如果没有千尔哥 郭德纲其实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所以如果没有千尔哥 郭德纲能成为相声名家吗 很难的 你们看再看看新姐 新姐在快乐大本营里面 啊 虽然也说不了几个字 但是 没有新姐 何炯和谢娜 能成为光芒万丈的主持人吗 能啊 但是 新姐作为整个 就是快乐家族的一员 人家那种贤妻良母的那个角色 是不可或缺的 对不对 这就是 你真的有存在感 你不用去刷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工作 又逼着我们这样的人 得去刷刷存在感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做年轻人的节目 然后我们团队都特别年轻 然后我这个岁数呢 就得去刷一点自己的年轻人的存在感 然后就最让我崩溃的有那么几个重要的时刻 北京人有一句老话 千尔哥知道叫 48花一花 就是你到48岁那天下午 你的眼睛咔嚓就花了 特别准 我呢刚好那天下午 我怎么知道呢 我去买墨镜 然后人家看我买墨镜 然后就说 哎呀您这个买的墨镜挺贵的 我们买一送一 我们送您一个花镜 我那疯了吧你 我用花镜 我才什么岁数 我这么年轻 我用花镜 我去 我从没有想过 原来说明书上是有字的 我从来不知道 大王者荣耀 原来那个草是冻的 这一切都是48花一花那天下午发生的 但是你还是会去想说 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年轻啊 所以就出事了 你们都知道 我天生的浓眉大眼袋 然后为了年轻 我去找了我一个朋友 一个热情的外科大夫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他家里刚好开了私人诊所第一天 我问他 我说就我这个眼睛 这眼袋还有的质吗 他说这没问题 来来躺下躺下躺下 我说别 我说这就躺下 别客气别客气 躺下躺下 没关系 哪不是开张啊 对 这就是奇葩说刚开始的时候的眼袋事件 我以为我割了眼袋 我会变得更年轻 然后当我肿着眼睛回到我们导演组的时候 导演组所有的人都问我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割了眼袋 他们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好 这就变成了奇葩说 开播以来的第一个梗 并且这个梗伴随了我这么多年 这就是你要为了刷你年轻的存在感 要付出的代价 后来我们要做这个乐队的夏天 乐队的夏天是一个年轻人的节目 我就跟他们说我能做什么呢 他们说你放心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可以有你非常时尚 和酷的那一面 我说怎么酷 他们说你要穿皮衣 要头上戴一个围巾 然后要露出特别酷的表情 然后我们给你穿 我们给你专门拍宣传照 拍出来绝对特别的燃 后来我才知道 我被套路了 请看 这还不算什么 我发现在Live House里面 你要说你喜欢这个乐队 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手势吗 我发现乐队最喜欢的是 下面跟他比666 666666 我在乐队的下面比666的时候 我们过来一个导演说 把全场都停了 停 马老师 来 把大幕哥放回去 把食指举起来 这个叫金属礼 有这个礼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 完美的 造起来的乐队的夏天 对 我其实是从一个喧嚣的乐队的夏天 来到了这个脱口秀的夏天 引用一句歌词 我到这儿才发现 这真是个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有些思念 我希望我们所有坐在那边的脱口秀演员们 不要像李诞说的烂在地里 而是造起来 谢谢大家 我是马多 我就谈过一次恋爱 就是和我现在老公 这是好事啊 他为啥选择我呢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身没有毛病 真的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说 亲爱的 你真美 然后我就翻出了刘亦菲的照片 我问他 那他呢 我老公说 一般的 太白了 你要是长这样 我可不着呢 我说我要是长这样 我也不着你 我比刘亦菲好看这个事 像铁岭热搜的 很多人听说他的这个事 都来嘲笑他的眼光 但是我老公无比坚定地说 你们不要嘲笑我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 他不光审美 他啥事都不一样 他第一次来跟我家人吃饭 第一次来东北饭店 第一次用电动转转 他就相中了眼前的锅包肉 刚要讲 桌子转起来 锅包肉走了 我看他眉头一皱 我以为他能等着锅包肉再转回来 没想到 他拎起他的盘子 跟着我就跑了 我妈以为他要来敬酒呢 她看我妈站起来 以为我妈要跟他一起注意 那天那顿饭呢 锅包肉到哪 他到哪 他还不咋会用筷子呢 好不容易注意上了 没等夹起来呢 又转走了 没吃着猪肉 光看猪跑了 他讲故事的能力真的很强 还有一次 他来铁岭上公共厕所 一开门是个蹲变 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蹲变 进去之后 他迷路了 向我发出了视频邀请 我以为他最多是分不清朝前还是朝后 我没有想到他最后的选择 居然是朝右 你以为我会纠正他吗 不 我没有那么爱他 然后他就问我 接下来我怎么办 我说接下来你蹲下去 他说我不会蹲 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不会蹲这个事 我说蹲的还能不会呢 双腿弯曲 重心下沉到极致 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 面向右侧 跪下来 跪下来 我说你上个厕所再整这么前程 然后他就在那儿捣过 这种蹲法我可怎么保证裤子的卫生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想来想去 他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 一个二百多斤的大白胖的 累得满头湿汗 衣服全挂门上了 这门呢 这门还没有锁 这时候就来个老头 老头一开门 移到白国 我在外边就听见里边一声惨叫 什么玩意这是 谁在厕所堆雪人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您道歉 我说大爷对不起 雪人是我对象 老头说 啊 那差不多赶紧结婚吧 再等雪人该化了 后来有一次我还跟几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吐槽我老龙这事 我说你们敢相信吗 他居然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挂门上了 他们说 不然呢 你们脱了是放直楼里吗 我才知道 他们也脱 他们也挂门上 但是只有我老公 炒幼 不愧是我的Mr.Right 我老公干过这么多的傻事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笑话他 他就是一直那句话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这个精神教会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怎么面对人生的尴尬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现在我对我老公那可真是 捧在手里怕碎了 放在厕所怕化了 这次来错误修大会 第一轮我表现得不好 那头给我投个倒数地 我老公安慰我 我说没事 不丢人 以前挑战的刘亦菲 现在面对的李淡 只要有你的支持 我就比他们强 我老公说 对 刘亦菲就是不如你 但是实话实说 李淡确实是比你好看 那个 算了 反正挺著名的 史航老师 既然是著名的编剧嘛 就一定会有一些小的瑕疵 史航老师呢 就是爱脱稿 有一次呢 脱了大概三年多 然后写出来以后 还给人发过去说 哇 新鲜出炉 对方收到以后 给他回了一个邮件 说 史航老师 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 但是我来之前呢 听说 池子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 很多人 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他 很多人把他誉为 中国脱口秀的未来 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脱口秀是没有未来的 今天我来这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 王自剑你的节目还在呢 哇塞收视率那么低 我觉得要不然做节目这方向 你就跟陈汉点学一学嘛 该停就停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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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话了 节目停不停 汉点说了不算 真事啊 刚才那个 自剑在后面跟我说 姐 你看 我现在瘦了多少 你看 我这身条 姐 我瘦三十多斤 我说自剑 我的节目收视率要差到你的节目这样 我都瘦得跟石子一样了 你们不要总是说我胖 好不好 我胖是因为我压力太大 我有太多好笑的节目 太多的人邀约 太多的观众喜欢我了 我压力大这种痛苦 你懂吗 汉点 自剑也跟着笑 真是奇怪 我特别想去上康熙来了 主要的原因是想见康永哥和S姐 虽然他们节目现在停播了 这个愿望肯定是破灭了 但是没关系 今天我依然能够跟汉点站在一个舞台上 我觉得特别的荣耀 在这里我特别想跟汉点说 你咋来了呢 该来的不来 不该来的西亚了 本玉是咱们万万家族的颜值担当 刚才还说我在后台跟你说 贾玲姐不要看上我哟 本玉你在电影里一共出演了一分钟 我别说看上你了 我连看见你都难 咳嗽一下你的镜头就没了 今天的主角 教授 教授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型 没关系的 教授 不用怕别人嘲笑 你现在很多当红的明星 都是这个发型 比如说 徐珍啊 孟非啊 鲍贝尔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 不用太care这个事情 虽然他们比你帅 但你没他们红啊 还有一些网友很奇怪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骂教授的电影呢 你们看过吗 你们就说不好 我亲自参演过 我深度参与过 我认为 只有我说不好 才叫真的不好 教授 不好 哎呀 教授反正是一个 特别有先见之明的导演 那阵我去演的时候 表演方式特别的浮夸 我说教授 我说这么演 观众会不会骂我呀 教授 哎 放心吧 没事 谁会骂你呀 放心吧 放心吧 哎 果然电影上映以后 观众都去骂导演了 哪有空管我 不过啊 吐槽了 关于教授的这么多电影 但是他真的做到了 而且他真的用心 真诚地在为大家做电影 希望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掌声过后 我还是想跟教授说一句话 续集能不能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大家好